据塔斯社消息 在白俄罗斯访问的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7月1号说 俄罗斯永远不会再相信西方的承诺 现在会尽一切努力 在经济和国防等关键领域摆脱对西方的依赖 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 北约宣布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 是对俄发起的全面对抗